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路西日记 今天是3月3日 很多连锁店的种子已经上架 今天就来看一看在商店里 我们可以选择哪些种子 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介绍 从哪些网站可以购买在商店里买不到的种子 我现在在Home Depot的商店里 从货架上可以看到各种花卉 有一年生的,有多年生的 有向日葵,锦葵,万寿菊 喇叭花,羊干菊,樱素,橱菊 等等 这边是蔬菜类 有芝麻菜,菠菜,裸勒 甜菜 胡萝卜,还有小水萝卜 有葱,还有韭菜 还有茴香 香菜,薄荷,香叶 各种各样的豆角 有黄颜色,绿颜色,紫颜色 这边还有玉米 这里没有发现传家宝玉米 都是Preserve玉米的种子 Preserve的种子就是从它的母体成熟以后收集起来的种子 现在北美市场的玉米大多数都是杂交玉米 所以这种Preserve的种子就是从杂交母体收集来的种子 这边货架上的种子就是由USDA见证的有机种子 有想要具体了解 有机,杂交,传家宝,转基因 和经过处理的种子的特点和区别 请看我2月6号做的一期视频 这里的有机种子,种类也挺多的 有罗勒,香菜 西葫芦,西红柿 葱,鱼,甘蓝 和雪豆 这是一包野花种子的混合袋 包括各种不同形状和尺寸的野花 野花的特点是开花艳丽 花期长 这也是近年来家庭庭院逐渐流行起来的花卉选择 这里边还有芦笋,甜菜 甜菜都是传家宝类型的种子 这里是Canadian Tire 这里跟进类的花卉也已经上架了 主要的还是大栗花,剑蓝 少有玉璋,美人椒 还有滴雪的心 还有美丽的海棠花 还有美丽的海棠花 这是四种颜色混合在一起的勺药花 这里蔬菜种子的品牌也是McKenzie 豆角的种子大多数都是杂交种子 西红柿的种子也都是杂交种子 只有一种种子是传家宝种子 我会在视频的后面展现给大家是哪一种 这边全是豆角种子 这种意大利的扁豆角非常好吃 这里还有西兰花 最上边一层的胡萝卜和小水萝卜都是传家宝类型的种子 各种花籽 这里也设置了有机种子专柜 每包是三块六磨八 同Home Depot的价钱是一样的 品种也都一样 这里还设置了McKenzie Heritage专柜 这个Heritage是McKenzie种子公司的一个品牌系列 并不代表是传家宝类型的种子 相反这里的种子大多数是杂交种子 传家宝的种子是要有Hirloom专门标记 这里同时还有卖育苗土 珍珠盐 和一些室内用土 这里是Walmart 这里主要卖的也都是McKenzie品牌的种子 同其他两家店品种基本上都一样 这里也有卖囚禁类的花 一般是15块8毛8一袋 也有是19块8毛8一袋的 看这包勺药有三个根 要15块8毛8 Canadian Thai 四个根 要17块9毛9 看来Canadian Thai的价钱比较好一点 这里也有有机种子装柜 同其他两个商店是一样的牌子 如果在商店里找不到你想要的种子 也可以上网购买 我会把加拿大几家种子公司的网址连接放在说明栏里 以共有兴趣的观众查阅 下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网站 通过这个网站 你可以买一些国际蔬菜种子 就是可以买到不同国家 不同种类的蔬菜种子 这是一家安大略省最大的种子公司的网站 名字叫Ontario Seeds Company Limited 网址是www.oscseeds.com 进入网站后 你可以在第五个tap上点击products 可以看到有几个选项 选第一个 vegetable seeds 这样又有一串窗打开 可以看到又有几个选项 选第四个 Amers International Vegetable Seeds 可以看见屏幕的上方 有很多国家的国旗 点击不同的国旗 就可以看见不同国家的蔬菜种子的选择 或者下滑屏幕 可以看见所有的蔬菜的一栏表 这是绿菜花青菜 这是哈密瓜 上海小青菜 绿色的茄子 西红柿 西红柿 这个就是菠菜 点击菠菜 这样你就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这个菠菜的一些信息 比如一包有125粒种子 原产国是印度 成熟期是55到75天 7到14天发芽 一定要等到双冻日以后才可以播种 播种的深度是6毫米 间距是5厘米 行距是90厘米 要保持土壤湿润 这种菠菜 这种菠菜是喜热蔬菜 更适合于在温度高的地方生长 运输及费用 在底下订单时 屏幕上就会告诉你估送的日期 一般公司接到订单后 会在1到3个工作日发货 可以运输到加拿大各个地方 主要的运输公司是加拿大邮政 订单的数量如果低于50块钱 一般都是10块钱运费 超过50可能会有不同 下面介绍一个 专营东方蔬菜种子的网站 我会把网站的连接 放在说明栏里 从这个网站里 你会找到亚洲人喜欢吃的一些蔬菜 水果 根茎类植物 和一些草药 比如这是亚洲人喜欢吃的年玉米 杂交种子 乘书期是70到75天 每一包有25例种子 出芽率是71% 下面还可以选紫玉米和白玉米 网站是英文的网站 网站是英文的网站 但是如果你去Catalog 录录录栏里 那里会有一些中文的说明 运输和费用 我在这个网站买了一些种子 从下订单到接货 只用了一个星期 下面这个表是加拿大境内运费表 50块钱以内是7块钱的运费 下面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在商店里买了哪些种子 雪豆 小水萝卜 西红柿 都是传家宝的种子 薰衣草 和葱 是杂交种子 葱可以种在花盆里 这个西红柿的品种叫Bonnie Best 成熟期是55天 要提前6到8周室内育苗 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 非常期待 这些是我从网上购买的种子 大多数都是杂交种子 因为像苦瓜 茄子 冬瓜 这些生长期比较长 我所住的地理位置是种植山区 生长时间比较短 所以这种早熟杂交品种 更适合这里种植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请别忘记订阅 点赞和分享 非常欢迎大家留言 分享你的经验和体会 分享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感谢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